苏格兰赛4日,中国6人出战半数出局,三将破百晋级 北京时间12月8日早晨,2021斯诺克苏格兰公开赛,结束了第二日的争夺 在全部20场正赛首轮的比赛中,总共有6位中国选手出战 其中,萧国栋、雷佩凡和庞俊旭顺利晋级第二轮 而斯嘉辉、高杨和常宾玉则止步首轮 马克塞尔比是该项赛事的未免冠军 共有64名选手,获得了正赛资格 而延期资格赛则在首日无缝对接举行 在首日进行的20场比赛中,总共有18场延期资格赛和两场正赛首轮的比赛 在最早结束的一场比赛中,和两杆60加 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,连胜三局拿到赛点 并最终以27-89,99-1,73-0,117-7,0-89和114-1 大比分4比2战胜杜安、琼斯,晋级第二轮 首日在延期资格赛中胜出的庞俊旭 在正赛首轮对阵的是乌克兰选手尤里安、柏伊科 地步出战的斯嘉辉,虽然在第四局打出单杆64分 但整场表现不佳 最终以49-82,41-73,53-63,73-32和14-78 大比分1比4不敌在首日的延期资格赛中 战胜另一位中国小将白朗宁的本,汉考恩,只不首轮 高阳在对阵瑞恩戴的比赛中完全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而后者则轰出一杆破百和两杆七十加 以120-7,83-1,83-30和73-0 大比分4-0横扫中国小将晋级第二轮 在对阵大卫、吉尔伯特的比赛中 长冰玉没能把握住一些关键机会